巴菲特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搭档芒格 芒格是我的人生导师 他让我完成了从猿猴向人类的进化 芒格和巴菲特两人的资产都超过了千亿 芒格今年98岁 巴菲特今年92岁 二人已携手合作近60年 芒格则以其睿智的见解 幽默的语言颇受关注 甚至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 事实上芒格这种睿智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走过穷且自卑 经历重重磨难之后所锻炼出来的 1924年芒格出生在奥马哈小镇上年轻时 做过很多份工作气象预报员 房产中介 律师 但都不见起色 雪上加霜的是 刚刚29岁的芒格还和妻子离婚了 这时的芒格身无分文 还有三个孩子要抚养 当他开着一辆糟糕的黄色二手车送孩子时 孩子不解的问道 爸爸 这辆车太糟糕了 为什么要开这辆车呢 面对孩子的疑问 芒格尴尬地解释道 这样可以避免被抢劫 然而祸不单行 已经处于破产状态的芒格 儿子却被查出患了白血病 当时的技术却无能为力 和妻子离婚两年后 31岁的芒格亲手埋葬了9岁的儿子 近乎崩溃 当一个人坠落到谷底 还在拼命努力时 或许只会向上反弹 在芒格人生的灰暗时刻 他认识了同样离婚 带着两个孩子的南西 一年后 32岁的芒格 再次走向婚姻的殿堂 工作上 芒格也加入了律师事务所 逐步走向正轨 为了更好养活孩子 芒格除了律师工作外 还不断钻研投资 获益颇丰 直到41岁 芒格才彻底转行 加入了巴菲特的投资公司 更是走向了人生的快车道 如今的芒格98岁 走过近一个世纪 早已拥有了他曾经畅想的一切 大量的财富 满屋子的书 八个长大的孩子 无数的孙子 受人尊重的商业家 距离其中年丧子 生意破产的灰暗时刻 已经过去了67年 中间芒格也遭遇意外事故 致使一只眼睛失明 但它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理性的情绪 直到今天 芒格提到 拥有稳定的情绪 对投资至关重要 要学会控制原始的非理性情绪 当你受到巨大的刺激或变化 你会出现很多奇怪的行为 如果你能在这样的时候 保持明智 你就会受益 那么如何才能保持情绪的稳定呢 冥想便是芒格借助的工具之一 除了法律 公私财务类 芒格还喜欢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 对最早源自于东方佛学 禅修的冥想也十分推崇 芒格的家里 有个专门的冥想空间 除了日常的冥想外 芒格也会花不少时间去做 能够给予它平衡和健康的活动 比如散步 钓鱼 乒乓球等 芒格认为 只有这样 当真正的机会来临时 才能更好抓住 遇到负面事件时 也能拥有平和的情绪 发现危险中的机遇不仅是芒格 事实上 整个欧美金融圈 互联网圈 也颇为流行冥想 冥想被视为精神的营养品 让大脑得到真正的休息和放松 苹果的缔造者乔布斯 就是冥想的狂热粉丝 甚至亲赴尼泊尔学习冥想 苹果手机创新式的简洁设计 一键回归原点的理念与冥想 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庙 谷歌等 甚至在全公司推行冥想课程 他们认为 这可以帮员工提升工作效率 如今 这股潮流也逐渐传至国内 禅修这一古老的东方智慧 在现代社会 也正在在逐步重新焕发生机 今年5月份 98岁的芒格又将和老搭档巴菲特 一起出席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投资大会 回答来自全世界关注者的问题 不知大家是关注其财富 健康 还是人生智慧 你如何看待芒格的人生故事呢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